其实也有讲了一下就是这个 就是中央气象 以前叫矩 现在叫数 原来网址是CWB 现在改成A 这个后面网址都一样 OK 所以连结这样没有问题 好像上个礼拜 我没改就就有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他其实只是 把他网页这个字改了一下 有没有 把那个气象矩改成气象数 那其他部分都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网站上面 除了你要抓气温之外 其他上面还有蛮多东西的 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 其实都可以去抓他 没有问题 那抓的方式其实有雷同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做一些 类似气象方面的分析的话 那这个网站其实就非常多的资源 OK 那可是以前如果你不会爬虫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Ctrl C Ctrl V 然后自己再慢慢贴啦 可是如果假设你现在 能够把爬虫写出来的话 那完全是不用的 你就执行程式就 这个资料就过去了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有个需求 就是我希望把这个网页里面的气温 有没有 从1到12月跟平均统计期间 有没有 然后再到底下这些 这些资料 我希望把这个表格里面的资料呢 通通可以在瞬间帮我把它转移到哪里 转移到我的Excel的这个工作表里面 比如说这个我是写好的 直接按一下 那当然这个跑的时候会比刚刚的会慢一点点 因为我前面有讲过 这个地方这一题只能用IE物件 它不能用XML HDU物件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有反爬虫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那种反爬虫的网页 那你就把它改一下 那至于怎么改 我记得前面我有讲过 有没有 其实它就差那个地方 甚至你可以把它复制贴过来就OK 其实好像程式码其实没什么地方 大概就几行不一样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最后其实你可以把它写个清楚 那我是分阶段 以后如果假设 你们要写这个程式有点复杂的话 我是建议啦 你不要野心太大 反正你就可以已经分阶段 第一阶段你就把原始码先抓下来 有没有 第二阶段的话呢 再去抓什么 抓到例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可能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先检查一下 我上次不要跟各位讲过了 按右键这个表格 其实看起来应该是 不过有的时候可能它看起来是表格 但是它不见得一定是表格 像那个雅虎股市 你看起来像表格 但是它是DIV 所以如果是DIV的话 那你用DIV去解决 像这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表格 而且这个表格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 有这个table标签 这个其实蛮小的 然后呢 它里面的话基本上比较重要的话 就是下一层的话 就是一列的话就是table law TR 所以这个是 如果只这一列的话 这个就是 这一个就是第一列 所以第一个TR table law的话就是这个 这一个就是第一列 有没有 OK 那如果假设我要找 把这个TR里面的所有资料 通通抓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TR 用什么 用那个getElements ElementsByTechName 然后给它TR 它可能抓回来就是有几列 可能几十列吧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这里面的inner test 全部抓回来 其实OK的啦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先抓这个table 再抓这个TR TR里面的东西 其实就可以把它抓回来的 所以哦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假设把TR抓回来 有个缺点 就是因为呢 它底下还有分 分什么呢 每一个储存格 它都放在一个叫TH的标签里面 THTH有没有 发现一个储存格就是一个TH 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列是这样的意思 第一列是都是TH 可是底下的这个哦 所以你这样往下这边 来个T8列 展开来 这边又有一个TR 那这个TR的话 这个应该是第二列 第二列里面的结构 你把它展开了 展开就是这个箭头 把它按一下 展开了 那你会发现底下的 它的标签 就跟上面的标签 有点不一样 它第一个储存格是什么 TH 底下这个就是什么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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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它等于是第一列 全部都TH 只有第二列以后呢 第二列以后都是TH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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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第二列 关起来 然后下一列是第三列 展开 TH TD TD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那这个也可以理解的 那个H指的是Head Head指的是 对标筒的意思 就是说它其实 只要是标题的名称的话 那一律用TH来表示 不过有一些网页 它没有用TH 虽然还蛮多都没用TH 大部分都用TD 来表示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 有这个规则之后 我就大概知道一下 原来 它只有第一列 是TH 全部都是TH 那底下这个每一列的话 从第二列开始 只有第一个是TH 然后后面的话就TD 全部都是TD 所以可能会 必须要分成两种方式来抓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假设 要一样的方式来抓的话 你就没办法满足每一个列 它的格式的需求 所以我可以猜择两种 第一列全部都抓TH 第二列以后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是TH 后面的话就TD 这样来分应该比较合理吧 所以我们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如何撰写 那程式的撰写方式的话 大概一样 我大概分析之后的话 那再来下一步 我就必须怎么办 把我的 这个 我这边一样按右键 你就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的话 我们第一段程式 我们就打一个SUB 那可能要下载气温 然后底线用IE物件 而且底线就抓列 所谓的抓列就是说 我先解决列的问题 我先不解决TH跟TD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是先把原始码 用IE物件帮我抓 那IE物件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 先把旧资料清空 然后产生一个IE物件 它用Create Object Internet Block Application OK 不用担心说 你电脑如果没有IE就Edge Edge跟IE是一样的东西 OK 然后就连接到那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就是 这个CWA中央气象署 然后让它等个三秒钟停一下 接下来的话就是把 那个网页原始码里面是标签 叫Table的 帮我抓下来 因为我们有找过 上礼拜有找过 那个网页里面只有一个Table的标签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如果一个的话 你记得后面要加一个小瓜壶顶 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假设用Gate Elements 它一定是复数 不管说你是抓回来一个 还是多个的话 你一定要跟它讲说哪一个 OK 所以这个可能会很重要 记得不要漏掉 意思就是说帮我把那个Table 第一个Table给抓回来 然后这个Table抓回来之后 就帮我把它放在这个TBL的 这个物件里面 OK 就是第一 意思说我们先把Table先抓回来 你说Table先抓回来干嘛 第二步的话我们就是利用这个TBL TBL就Table 再针对这个TBL去抓它的TR 意思就是说我刚刚有给各位看过 就是我先把这个Table 有没有这个Table原始码 先全部抓回来 然后第二步的话 再把它里面所有TR的资料抓回来 OK 所以我就是下一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Table里面的所有TR 我不知道几个TR 然后呢就把它放在一个物件名字 叫TRS 的一个物件里面 那它一定是负数啦 可能20 30 列啦 OK 那所以我接下来跑个回圈 一个回圈什么呢 就是 For i 等于0 0到这个 因为列 我不知道几列 所以我给它一个TR 这个TRS.lex 减1啦 所以0到Ti 然后把这个列里面所有东西呢 抓回来之后 直接帮我把它放到那个A栏里面就好了 OK 我们来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一下 好 那这个地方就把那个原始码抓回来 那接下来已经把那个Table抓回来了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Table里面的TR全部取得 好 然后跑一下 我不确定几个啦 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知道 这里面有几个的话 那理论上游标放上去 它应该要显示 可是如果你它没有显示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方式 你可以用一招 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要想要知道 到底有几列的话 你可以再检视 即时运算视窗里面 把这个 这个里面放的资料 你假设不知道这里面放多少 几列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TRS.next 复制一下 然后在即时运算视窗里面 先输入一个问号 问号就print了 print了空一格 请你帮我把 TRS.next里面放的资料 帮我显示出来 所以你enter一下 他跟你讲26 有没有 所以其实理论上 总共呢在网页里面 从应该是这样了 这个是第一列 淡水安部一直到底下 总共就是26 26列的意思 OK 那我们可以把这26列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放到A栏 不过我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每一栏都放在A栏 那执行完之后 你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有没有资料 有 第一个的话是1月到12月 这个 不过这个有点 那安部的话 这应该 不 这个应该他的 他的 这个 往上 淡水 有没有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全部资料都连在一起 因为呢 我们抓的是整列的资料 他并没有把它切开来 所以如果假设了 我要把它切开来的话 那可能还有第二个step 就是 我要怎么样针对 抓到这个列 有没有 这个列里面的资料 我就不能够 直接把它的inner test 直接抓 那我变成说 我要再针对这个列 里面的TH 跟TR 再做一次的截取资料 才有办法把里面资料把它正确抓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这一段原始码 你们可以参考 因为这个比较难 你们可以直接在云端摆一摆 上面 找到那个第六个单元 06 IE物件下载气温与降雨量这个单元 刚刚我写的程式在这里 应该在第二页吧 就这一段 OK 把它放大一下 这样应该够大了 就这一段 所以你如果要直接拿来用的话 你就直接把这一段复制贴过去就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一段时间 אח